中国最大的身份之一的安全官员已经委托设立一个监视系统,他们希望使用该系统跟踪记者、国际学生和其他可疑人员。 据报道,河南省政府采购网7月29日发布的一份招标文件,详细介绍了一个系统的计划,该系统可以使用3000台连接到各种国家和地区数据库的面部识别摄像头,会便来到河南的相关人员的个人导案。 德国外长马斯表示,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的情况下将被迫付出沉重的代价。 约和美国周二警告,若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任何新的军事侵略,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阿塞贝将一架军用直升机当地事件11月30日在阿东部坠毁,造成14人死亡。 阿塞贝将国家边防局局长埃尔辛·古利耶夫将军就直升机坠毁事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古利耶夫表示,这架军用直升机在西齐地区发生的事故不存在外部因素。 前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加利德·库什纳正试图为他在中东的新投资公司筹集资金。 有报道称,库什纳是沙特阿拉伯的坚定支持者,并为其新成立的公司从该国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 在举办东奥会的背景正在投论天然血不足的时候,武汉病毒欧米科技变种对欧运会的影响引起了注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立坚表示,欧米科技变译对东奥会的影响肯定会带来一些防控方面的挑战,但是他完全相信东奥会会如期顺利举行。 日产汽车对外发布了日产汽车2030愿景,指出为加快推进电池化产品布局和技术创新, 其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投资2万亿日元,推出20款纯电动车型和搭载日产新技术的车型。 日产将全面提升在国际市场的电池化车型销量占比。 德国学者郑国恩近日公布的一批有关东奥决散的文件显示,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以及整个最高领导层与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遭受的系统性破坏有着直接的关系。 郑国恩在一份报告中表示,这些文件包含了有关北京高度敏感的新疆政策文件和材料, 几乎所有的材料都被列为机密。 他强调,这些文件显示了中国领导人与2014年对新疆工作提出的要求被此后那里发生的事情埋下伏笔, 包含居留营、强制劳动、计划生育等。